好 通过刚才学习的话 我们打开了 这是北京政府 有啥事 找政府 对吧 政府上面这个网站 我们看看我们学过哪几个表单 其中这一个全文搜索 这是一个文本框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 import type等于test 而这个一个小按钮 这个你用的图片按钮也行 或者普通按钮 给背景也可以 也可以 这是我们说的文本框 好 往下走 还有哪一个我们见过 再往下走 这还是又是一组 这是七房还是县房 这是单选按钮 对不对 单选按钮 这也是一个单选按钮 这是我们的普通的文本框 这是小普通按钮 还有文本框 普通按钮 好了 那么这儿是我们说的test test 这个是password 说密码 对不对 密码的 那具体的话 我们说过 你可以通过f12件 都能够查到 它是用了哪一个表单做的 点完 它之后 这个是不是肯定是name 这个是不是等于type等于password 这毫无疑问的 是不是都是可以这么来看的 对吧 那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肯定是等于test 是type等于test来做的 好 那除了这个查询 我们来看一下 点一下这个查询 这个按钮是用什么做的 它是imagine type等于imagine 是不是用了我们的图像按钮来做的 都可以来做 那还有几个 我们不认识 这个我们还不会做 是吧 选完之后 就是点击进入相关网址 一点完之后 有什么天津河北 陕西 类似于我们的籍贯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媒体 什么媒体都有 那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我不太清楚 我们来查一查 点完之后 到我们这里面去 哦 它是用了select来做的 那select是什么呢 那select就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讲进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下拉菜单 这叫下拉菜单空间 为什么叫下拉菜单呢 因为我可以点完之后呢 可以把它拉下来 对不对 好了 点完之后呢 是不是可以把它往下拉 是拖动的 这个叫下拉菜单 好 下拉菜单呢 它写法是这么来写的啊 那首先用一个select来进行包含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选项啊 所以每一个小选项用option来进行定义就可以了 比如说非常简单 你的什么呀 你的籍贯 你是哪里人 对不对 好 籍贯怎么写呢 我就可以这么来写了 好 look here select 然后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啊 你是哪里人呢 对不对 我是option 对吧 option 好 那哪里人 我是北京人 北京 是吧 北京 说到北京之后呢 可能叫C 可能叫VV 是不是啊 北京 我是什么呀 上海 北上广深 广州 对不对 你是哪里人 我是来自星星 是吧 我是来自星星的你是吧 来自星星的你啊 来自星星的我 我来自星星对不对 好了 这是机关 好 写完毕之后 你看外面select里面什么option呢 写完之后 我们刷新一遍 看结果打开 你会发现它又出来了 确实要复制简单 一点击 那是不是北京上海广州就出来了 星星对不对 哎呦 你来到哪里 我来自星星的 对不对 都可以啊 当然有人老师 他这个怎么这么长啊 不要紧啊 你看人家自写的多么 点击进入相关网址是吧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在 再复制一个option 一个option 复制的很长很长 你看我这么操作 点击选择你的机关够长吧 好 如果你这个够长了之后呢 你刷新一遍 你的就长了呗 然后一刷新 是不是它又变长了 展开完之后 选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还是这个 好 这是这个 好 除了之外之后 你可以再写一个是吧 slack的option之后 你可能叫select 再复制一个 对吧 好 那选择你的机关 选文之后 选择你的什么呀 城市 因为你是省嘛 对不对 然后我在选择里面 你比如说北京 北京有什么 有海淀 海淀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 昌平 是不是啊 还有我们的 同州 对不对啊 北京还有什么呀 还是 呃 大型 好吧 这是北京的 选完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遍之后 你看 就选择你的 这个 我选北京的 北京之后呢 代表你选海淀区 还是昌平区 是不是连起来了 类似于我们这个 后面我们学了gs 就可以做联动 联动操作 然后自动去挑转啊 好了呢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什么 下拉 列表 当然还不仅仅 接受 那我们知道 按道理他可以有一个 默认一个 是不是都可以啊 有一个默认的 他默认的是第一个 那说老师 我可不可以让他默认成什么呀 默认成星星啊 可以 那咱们前面说了一个 check的等于check的 是可以把默认的单选框和负选框选中 对不对啊 那他也是可以的 他可以来一个什么呀 select 等于select 看好了吗 select等于selected 一说是什么呀 默认被选中的 那你看 当我刷新的时候 注意看啊 好 我们一刷新 哦 星星就来了 对不对啊 你急过哪儿 我来的星 火星啊 火星还是木星的 对不对啊 哎选择就可以了 他默认把星星星选中的 就不再是默认第一个了 也说我们是可以进行什么 选中的 他用的是什么呀 selected等于selected 是我们在这里面的啊 好了 select里面至少包含一对option 那么在option里面 如果定义selected等于selected 就以为默认选中项 因为一刷新 他就会把当前这个选中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位下拉菜单